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抬起头来用坚定的眼神回应母亲说 是的妈妈 我一定要去 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而这位印度小伙呢 马上将要开启一段不寻常的旅行 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印度新德里六千多公里以外的瑞典哥德堡 而他所搭乘的交通工具呢 不是飞机 不是火车 也不是汽车 而是一辆二手自行车 那说到这儿呢 肯定有人以为说 这个印度小伙要开启一段长途的环球骑行了 不是 他这次旅行有更加重要的目的 而事情呢 还要从两年前的1975年开始说起 这位印度小伙呢 名叫马哈南迪亚 是印度新德里的一位街头画家 马哈南迪亚呢 非常擅长画肖像素描 他在印度街头画画的这个摊位上面 织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是 十分钟之内为您完成一副精美的肖像画 那一开始路过的人们看了这个牌子都觉得 十分钟你就完成一副肖像画 别吹牛了吧 但是仍然有几个人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 找马哈南迪亚画了画 而这些人呢 都无不惊叹于马哈南迪亚 唯妙唯孝的画画水平 有一些人甚至说 这完全就是艺术家的水平嘛 那长此以来呢 马哈南迪亚就成了 新德里街头小有名气的街头画家 因为画画得非常好 那多未来印度访问的各国大使 印度的铁娘子总理英迪拉甘地 还有印度的代理总统巴萨帕 都曾经是马哈南迪亚的顾客 而马哈南迪亚的画甚至还好几次登报 声明远播 马哈南迪亚最大的愿望呢 就是能够进入艺术大学里面系统的学习美术 但是出生在一个印度平民的纺织家庭里面 因为种姓制度 马哈南迪亚被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经常遭到人们的白眼 更别说凑齐那昂贵的学费去学校里面读书了 但是上帝呢 总是喜欢眷顾勤奋又刻苦的人 马哈南迪亚凭着自己的努力 以及在艺术方面的天赋 成功说服了印度最著名的艺术大学的校长 同意他在学校里面半工半读进行学习 但是即使这样在街头支起了自己的画画摊位 想要赚取一些生活费的马哈南迪亚 还经常遭到人们的殴打 一些自试是印度上层阶级的人 看到马哈南迪亚对他就是拳打脚踢 甚至还把他的画摊都给毁坏了 用马哈南迪亚自己的话说就是 他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那说到这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了 他和中国古代的士能工商一样 是非常森严的制度 但是不同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到今天为止在印度都没有完全消除 他将13亿的印度人口分为四个大的种姓和贱民阶层 最上面的种姓呢是婆罗门 在印度教中婆罗门被认为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 他们也是印度社会最上层的人士 多是从事一些脑力劳动和科研工作 而中间的两个等级分别是沙蒂利和废舍 最后一个种姓是首托罗 首托罗是无产阶级 从事长工 庸人 苦力等工作 而这些种姓就像金字塔一样把人们分成了三六九等 除了这四大种姓之外 印度还有一群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人士 他们被称为是贱民 也被划为是不可接触人士 而贱民阶层呢在印度占到20% 也就是两亿多人口都是属于这个阶层的 那马哈南迪亚呢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印度90%的人都会相信占星术 他们认为星体在天空中不断地运动 随着位置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影响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也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这一天马哈南迪亚的母亲 找到了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师 想要让她帮忙占卜一下儿子的未来 而占星师跟马哈南迪亚的母亲说 她很快就会遇到一位命中注定的女人 那这个女人呢 她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 是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 狮子座 而且家里非常的有钱 有钱到甚至可以拥有一片森林 那占星师的这番话呢 仿佛是给马哈南迪亚一家灰暗的生活 带去了一丝丝希望 回家之后呢 马哈南迪亚的母亲就兴高采烈地 拉着儿子的手 把占星师的话告诉了儿子 可是没想到马哈南迪亚却跟母亲说 妈妈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咱们是贱民 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形象 几个月之后 197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马哈南迪亚在新德里的一个广场上 迎来她的最后一名顾客 19岁的瑞典少女 夏洛特冯谢德文 夏洛特呢 当时是在英国伦敦上学 这次来印度呢 是她完成了伦敦的学业之后 来这里旅游的 那她就听说呀 在印度新德里街头 有位非常有名的肖像画家 于是夏洛特呢 就找到了马哈南迪亚 想要让他帮自己也画一幅肖像画 当马哈南迪亚第一眼看到夏洛特的时候 就深深的被她所吸引 一头金黄色的长发 忽伤忽伤的大眼睛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面对自己的心上人紧张 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 马哈南迪亚当晚画的画呀 没有让夏洛特满意 就当夏洛特拿着画 失望的要离开的时候 马哈南迪亚突然拉住了她 对她说 请你明天再回来 我再帮你重新画一幅 这一次一定让你满意 第二天呢 夏洛特如约又找到了马哈南迪亚 可是今天的结果 还是让她不满意 就这样一连几天 马哈南迪亚让夏洛特隔一天再回来 那说到这儿呢 有经验的小伙伴 可能都已经察觉了 马哈南迪亚正用她最笨拙的方式 在追求自己的心上人 她觉得只有把这个画画得非常的糟糕 然后让夏洛特第二天再回来 她才有机会再一次见到自己的女生 在几天画画的过程中 马哈南迪亚甚至还想起了 妈妈曾经告诉过她的占星师的预言 鬼使神差的马哈南迪亚问了夏洛特的情况 那马哈南迪亚得知夏洛特来自瑞典 一个距离印度有6400多公里的国家 它是狮子座 在伦敦的音乐学院主修钢琴 而且夏洛特家里面是贵族 在瑞典真的拥有一整片森林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说占星师所说的话是真的吗 那与此同时呢 通过几天的交谈 夏洛特早就已经看穿了马哈南迪亚 笨拙的有一些可爱的小心思 她同时也被马哈南迪亚的质朴 以及才华所吸引了 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而身份阶级差异的悬殊呢 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两个人互相陪伴 聊文学 聊艺术 聊音乐 似乎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虽然说两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心灵上的碰撞 让他们觉得似乎已经认识彼此很久很久了 马哈南迪亚带着夏洛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见了自己的父母 并且在印度自己的家乡 举办了一场传统的小型婚礼 可是毕竟夏洛特是来这里旅游的 时间飞逝 夏洛特离开的日子到了 这一天夏洛特告诉马哈南迪亚说 他要走了 并且给马哈南迪亚买了一张机票 问马哈南迪亚说 愿不愿意跟他回瑞典 去看看他的家乡 见见他的父母 那马哈南迪亚当然舍不得自己的爱人 可是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 他想要完成自己的学业 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堂堂真正混出一点名堂之后 到瑞典去找自己的爱人 在临别时 马哈南迪亚安慰夏洛特说 我一定很快就会去找你的 放心吧 可是这一别在那个年代来说 很可能就是两个人的永别了 那个年代没有电话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信息非常的不发达 而且是两个相隔这么远的国家 这种异国恋真的能够持续吗 一年多过去了 两个人保持着书信的来往 终于马哈南迪亚迎来了他毕业的日子 对于马哈南迪亚来说 夏洛特已经是自己的妻子了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在临别时 他对夏洛特的承诺 他在完成学业之后会到瑞典去找他 可是瑞典那么远 马哈南迪亚就算是变卖了全家人的家当 都不可能负担得起一张昂贵的单程机票 这可怎么办呢 就当马哈南迪亚坐在街上 望着街头来来往往穿梭的人群的时候 一个疯狂的想法映入了自己的脑海 他想我怎么不能骑单车去呢 就这样 马哈南迪亚卖掉了除了画笔和颜料以外的所有的家当 用60卢比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带着仅剩的200卢比上路了 200卢比还不到三美金 在路上的马哈南迪亚就靠着给一些路人画画 来赚取一些额外的生活费 晚上的时候他就睡在野外 每一天马哈南迪亚要骑行70多公里赶路 有时候甚至一天还吃不上一顿饭 但是这一切的困难和自己想要见到妻子的心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在70年代的时候 很多国家入境都不需要签证 但是无疑也会遇到一些入境边界比较严格的国家 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眷顾 马哈南迪亚总是能遇到一些好心人 帮助他入境成功 起初在进入阿富汗境内的时候 很多当地人都可以说印度语 那马哈南迪亚还可以和他们沟通 在阿富汗境内 马哈南迪亚甚至还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旅店老板 为他提供了住宿 吃的东西以及洗衣房 后来进入了其他国家 虽然说他们语言不通 但是马哈南迪亚总是能用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用他的话说就是 艺术是无国界的 它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从1977年1月22日开始 马哈南迪亚历经了四个月零六天 整整120多天 穿越了阿富汗 伊朗 土耳其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 德国 奥地利 丹麦等国家 终于在5月28日的时候 来到了瑞典的边境 瑞典的边境人员 问马哈南迪亚说 你来瑞典的目的 那马哈南迪亚告诉边境人员说 自己是骑车 从印度来寻找自己的爱人的 这个时候听了这话的边境人员 不禁哈哈大笑 说哥们 你是从印度骑自行车来瑞典的 你别开玩笑了 直到边境人员拨通了 瑞典的家中的电话 才得知这一切原来都是真的 同时也被马哈南迪亚的 痴情和勇气所打动 给他放了心 就这样跨越千山万水 马哈南迪亚终于来到了 瑞典的家乡 瑞典的哥德堡 起初呢 瑞典的父母是非常反对 这门亲事的 毕竟呢 两个家庭悬殊 实在是太大了 瑞典一家怎么说 也算是瑞典小有名气的贵族 但是看着这不远万里 骑着自行车来寻妻的印度女婿 夏洛特的父母也终于松了口 1978年 马哈南迪亚和夏洛特 在瑞典正式完成了婚礼 马哈南迪亚和夏洛特 婚后生了一双儿女 从两个人到三口之家 再到四口之家 在瑞典的马哈南迪亚呢 在艺术方面还继续深造 目前呢 他已经是瑞典非常著名的画家了 也是瑞典政府文化和艺术的顾问 2012年1月4日 马哈南迪亚获得了印度 乌特卡尔文化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并且被印度奥里萨邦政府 任命为瑞典大使 现在的夏洛特和马哈南迪亚 已经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人 虽然说他们的容颜已经老去 但是仍然像以前一样 互相尊重和爱护对方 他们在一起打雪仗 骑单车 嬉笑打闹的 就像两个大孩子一样 这一段曾经不被大家所看好的爱情 却一黄眼携手走过了40年 马哈南迪亚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惊讶于 他可以骑自行车跨越6400多公里 来到瑞典来寻找自己的妻子 在马哈南迪亚看来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以阻碍 他和夏洛特之间的感情 年迈的马哈南迪亚还曾经说过 我曾经完全不了解欧洲的文化 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但是多年以来 夏洛特在一点点的支持着我 他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的特别 我到现在还是深爱着他 就像我们1975年初次见面一样 也许这才应该是爱情应有的样子 跨越了种族阶级文化时间和距离 今生执念碎碎年年 涌如初见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这关新网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